又一次来到广州做客,除了品尝特色的美食,奥沙利文被问起最多的无疑是斯诺克中国赛。 不出意外,他在闯过首轮之后,很可能将在第二轮面对中国神童丁俊辉。 正当人们猜测奥沙利文又一次面对小辉他的胜算有多少的时候,火箭的答案却让人有心意外。 正如奥沙利文所说,要想欣赏到他和小辉的对决,两人首先都要确保能够晋级第二轮。 当然,如果真的碰上了,火箭还给了小辉一些意见。 它是最好的力量。 那你不能教,你只需要能够控制它,或你不能。 世锦赛冠军,英国锦标赛冠军,奥沙利文几乎难过了所有斯诺克比赛的冠军。 他这次来到广州,也向台球爱好者们道出了他保持状态的秘诀。 要保持了高速的优优、多余 高速的优优独量。 要保持高速的优独量。 在鸡与美国锦标赛军,你必须要保持你的优独量。 你必须要保持持绘独量。 谢谢观看